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号起乱丢垃圾财罚金额从2400元提高到3600元 产业道路上叫车驾驶下车 从后车厢拿出一包垃圾随意就往路边放 丢一包还不够继续再丢第二包 像这样随意乱丢垃圾情况 严重影响四龙观瞻之外 也让外县市游客留下负面印象 有很多就是对于很多乱丢垃圾 会造成城市的负担 会造成民众的负担 会造成观光客的嫌恶感 有很多的声音 那我想乱丢垃圾的民众是极少数的 可是他们却会造成这个城市 大多数人跟整体环境的负担 市长谢果良上任之后推动干净家园 宣布从10月1号开始 乱丢垃圾裁罚金额从2400提高到3600元 监局奖金也从实收罚还50%提高到75% 我们从10月1号开始 我们会将基隆的垃圾罚还的罚金提升到 从3600元起跳 并且对于检举人检举乱丢垃圾的情况 我们会提供75%的检举奖金 那当然我相信这一定是台湾国内 现在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罚还跟检举奖金 其实本府要重申我们的立场 我们并不想要这些罚金 我们也并不想要把这些罚金 当作是市府市库的收入 我们只想要一个干净的城市 我觉得今天提这个政策出来 或许有人会批评 那市府可能也会哀骂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基隆 变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城市 不论是我们自己住在这个家园内 或者是观光客 游轮旅客来到基隆玩 能够享受一个干净舒适的 一个城市观光环境 这样做我们认为还是非常值得的 我们又把这个城市把它当作家 把市民当作家人 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无非也只是 在跟在座的各位 跟自己的家人讲 我们把自己的家里打扫干净好不好 此外为了简化民众检举流程 环保局成立了Light at平台 只要加入并且提供检举的相关资讯 环保局人员就可以处理 这个的名字是我们基隆市环境保护区 废管科民众检举专区 提供检举人的姓名 身份证字号 出生年月日 联络电话 地址 同时上传要检举的照片 以及影片到我们的Light对话框 我们在这个对话框当中 都会有环保局的同仁 来及时的跟各位民众做回复 如果收到我们同仁的回复 确认我们的检举 各项的这个需要准备的资料 都完备以后 我们就会完成这个检举 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 会有这样子的环境 主要也是便利各位民众 在针对今天基隆市的 环境脏乱的部分 如果有需要带加强的地方 也很欢迎各位民众 透过Light at 来向环保局进行通报 同步调告法金和检举奖金 谢伟良说 虽然会遇到民众反弹 但为了维护干净家园 就算被骂都要做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教育处推出海陆之间 海岸水运活动体验 这项地方永续海岸计划 预计将造福基隆 2000人次的师生搭船出海 体验各项海域活动 以快来感受海洋魅力与海洋教育 亲身体验海域活动 进而推动海洋教育 近60位老师搭船出航 近距离观察海岸地形 101高地 潮进公园 酋长岩 橡皮岩 研究地质地貌外 还融入艺术美景 夕阳余晖下的海洋 像黄金般的发亮 日落后进入重头戏 液钓体验展开 海域生态究竟有多丰富呢 才刚把鱼杆入水 就钓起山省发亮的白带鱼 一般玩的时候都是白带鱼大摇 白带鱼最近才陆陆续续过来 再来有青鱼 竹家鱼 它每个钓点大概都是不太一样 跟着厉害的钓手选择钓点 钓耳及使用钓具的技巧 它跟恰彰不一样 是它前面的棋很长 很长的就是拨 短短的就是恰彰 钩子 小心钩子以外 要小心它的牙齿 你看我们刚刚的线 你看这钩子 这个就是这样一画 然后钩子马上不见 跟我一般市面上市场上的不一样 有没有看到特别银色不是白色 我今天已经钓四条白带鱼了 这次活动不仅让救师们 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 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 透过这个计划 把基隆最美的海岸风景 跟海岸经济介绍给我们的老师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从海上看基隆 看我们美丽的基隆海岸线 是多么的美丽 在不同的时间 早上黄昏下午 都可以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乡 有爱城市就从海岸开始 这次活动不仅让教师们 近距离感受到海洋的美丽 更能深入了解海洋生态 海岸地形地质 进而将永续海洋的海洋教育理念 向下传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为了要提升基隆的教育品质 及学生的学习成效 基隆市政府 国研院 国网中心 共同签订大数据分析验证计划 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携手推动教育大数据分析 智慧校园强化 及教育云补助教学与推广培训 三项计划 打造基隆成为智慧教育城市 教育处长刘美兰 国研院 国网中心 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看到孩子的潜能 是需要有哪一些的问题点 可以去被开发的 那最重要的也是在于 我们的教学现场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不管是说在教学 还有孩子的起始点 还有后续的部分 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 那如果透过这一次的 一个合作的机制 那最重要的是 在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拟定我们的教育政策 还有也可以增加老师 有哪些资能是需要被提升的 那孩子的一些教学的资源 有哪些可以被引入的 那大数据分析里面 除了有多样性 多元性 最重要还有一些真实性 跟价值性 那透过我们这样的 一个数据分析之后 能够对于教育现场 尤其是对于我们基隆 这么多年来 始终都在默默的耕耘 我们希望能够更有系统性的 能够有一些梳理 那AI的一个引路 其实对于 资讯教育的现场而言 是一个非常急迫性的 一个趋势 那也当然希望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教育 能够对于教育现场来讲 我们有更卓越的 而且跨一大步的一个进步 国网中心强调 期待未来可以让双方 在教育云平台快速的布建 并透过数据分析 有效利用计算服务 进而提升资料的应用价值 大数据分析呢 可以提供未来教育政策 拟定的时候 有一个数据的参考 而不是凭个人的喜好 那这是非常重要 另外就是引进这个 人工智慧 会对以后的 不管是从安全面 或是说教育的那种有效性 还有效率 都会有很显著的提升 我们非常荣幸 因为国网中心过去 一直在开发这些技术的东西 那光有技术本身是没有用的 因为人才是主体 所以我们希望能把这些技术 能够落地在这个县市政府 这个很local 让小孩能够教育 在各方面能够享受 这些技术开发的成果 这才是我们开发技术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这项计划合作备忘录 不只让基隆成为教育智慧城市 未来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能更有效率 掌握学生的学习成效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告 基隆市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在暑假期间 推出基隆西岸的 图文师小印画祖孙共学下令营 以美食为媒介 将这些故事化为人偶 以定格动画的方式呈现 中山区流浪头以前有多繁华呢 小朋友跟着爷爷奶奶走毒踏查 从美食 山洞 游局 感受之前种族融合的多元与风华 这个游局 是基隆最古老的游局之一 来到中山国小校门口 虽然楼梯宽度被砍一半 但仍然保留原有的校门 展现86年的历史风华 中山国小站 美食最能串起情感 回到中山国校 进入山中好时光 林林华主厨 教祖孙烹饪香浓的咖喱炒乌龙 我在我的沙茶里 我的咖喱里面呢 其实我放了两种不同的咖喱 一个是印度咖喱跟南洋咖喱 我两个结合在一起以后 其实它的味道就是香气就会十足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吃 其实是非常的美味又健康 让孩子知道 原来这样子也可以吃到 这么好吃的东西 还有从石花菜 变成石花洞的方法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吃尽满满的幸福 祖孙两个人很难得 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 吃这个在地的美食 而且都是大师傅自己煮的 祖孙冬决战 与爷爷奶奶共谱的美食记忆 当然要留下 融入美学与科技 祖孙们在老师的教导下 撰写脚本 画出人偶 以分镜的概念 拍出定格动画 80岁的奶奶 首度配音与做动画 眼神闪闪发亮 很好吃 参加好酒 还很大 一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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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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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很好吃 有夠讚 有夠讚 我第一次做人 不要说六英 六英 做这个 结枉 我最爱参加 我吃八十岁 第一次 也有小朋友 他其实爷爷奶奶也不在身边了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他可以感受到那种 爷爷奶奶的温暖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共荣 必须要共学 透过这样的一个共学方式 找回过去的那种敬老尊贤的那种回忆 也是必须要一种传承下去 透过走读踏查 他在创作与记录的祖孙共学活动 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与祖辈一起体验成长 并共享温馨的时光 共创美好的回忆 公餐乐临干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民国九十七年 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 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求职罚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近日特地到基隆 与党籍的市议员及市党部的干部们 举行了座谈 了解基隆地方问题 也争取支持 立委候选人林沛湘表示 基隆到双北工作的通勤组 已经超过了11万人 如果他当选立委 优先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要改善通勤国道客运交通 侯友宜动算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也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和基隆市长谢国良 以及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沛湘 带领党籍基隆市议员 以及基隆市党部干部们 高喊动算 团结一心 就总统及立委大选战斗位置 林沛湘 动算 侯友宜近日特地到基隆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陪同下 和党籍市议员 以及基隆市党部干部们 举行座谈 了解基隆地方问题 也争取同志和基隆市民的支持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沛湘表示 基隆到双北工作的通勤族 已经超过11万人 如果他当选立委改善通勤交通 是他最优先想解决的问题 也希望侯友宜当选总统后 能够协助改善 今年初比兴正式在新北台北上班的基隆人 已经破了11万 这就表示说我们基隆市的就业人口严重外流 那基隆市的通勤族严格讲起来 不是所谓的朝九晚五 而是朝六晚八 也就是早上六点就要出去 我跟国良说我们都去看过他们怎么上班的 晚上八点才能回到家 这是平均的时间 所以等于是每天无常的加班三个小时以上 所以在如果配想这次最主要 与其说很多道路说 我自己真正想做 也想过来说是侯市长变成侯总统的时候 我要请麻烦侯总统在这边 要帮我们基隆人想说 怎么样让我们在地的就业机会能够多一点 让我们基隆人不要再去 不是说在台北上门不好 只是说能够多一点时间陪爸妈 在在地上班 这对我们很有报复 那如果在未来 那我们如果只要 我们这些通勤的好朋友 每天能够去早15分钟到公司 然后回来的时候早15分钟回到家 只要省半个小时就好 那这一点国道客运 到国道客运的修法 到国道客运班是个不足 到目前客运公司司机 司机的那个待遇的不足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马上要改善的 另外林沛祥也希望侯友宜 当选总统后 可以给海港城市的基隆更多资源 协助基隆市长谢国梁 好好施政建设基隆 增加就业机会 国梁巧顾不敏南为吹啊 老实讲 基隆市经费严重不足 可是基隆市的人士 对固定成本那么高 那基隆市又是发展的老城市 那能不能说 董事长如果上任之后 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说我们来调整一下 怎么样帮基隆市 帮新北市 甚至这些海港城市 台湾是一个海洋立国的国家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这些港都城市 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些港口 我们这些生活在港都的人 我们承受了多少的港口的营运成本 是不是在于什么理由之下 什么方法之下 可以对我们这些港部城市的人好一点 这是我现在刚好 董事长来了 董事长可能会变总统 所以我必须提出来 可是未来中央不管怎么样 如果配翔能进中央 这是配翔最想做的一件事 基隆人需要更多中央的关怀 而基隆市政府需要更多中央的奥员 那无良想做是帮基隆的工作人口 让他们留在基隆上班 让他们过好日子 不是只有点缀而已 侯友宜强调 他会和林沛翔一起并肩作战 林沛翔的议题就是他的议题 林沛翔这次要成立 我们一定会团队并肩作战 他的议题 我们的议题 一起动员 我们要解决的是从中央的力 中央的政府到立委 大家心灵心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就要借这个机会 拜托议员 拜托你基层的 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能够跟我们同心起立 但是最终的还是我们自己 能够用什么发誓 让他们认识观 觉得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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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未来的选项 这个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您对地热发电有何看法呢 在台湾地热真的能取代天然气发电吗 智力推广海洋相关议题 给大众认识的基隆沪海公民学堂 邀请成功大学资源工程学系教授 同时也是地热探风存 及石油策略研究中心主任谢炳志 分享地热能源的开发议题 吸引了不少民众参与 台湾不能发展地热能源 还是台湾可以 但是大家还不知道 推广海洋议题 让更多民众了解海洋的 基隆沪海公民学堂 邀请到研究地热的专家 谢炳志教授 分享地热能源开发的议题 如果可以确认底下热资源 在哪里的时候 运用一些适当的工法 也许可以把热取出来 做成我们的电力来源 而且做成电力来源之后 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热的物质 像温泉使用或者是饭店使用 或是农业使用 所以本身地热它的一串的应用是非常好 地热是台湾2050年 净零排放的前瞻能源 到底基隆有没有地热呢 外木山这里就是有一座海底火山 根据研究调查 外木山底下就有海底火山 可以提供丰富的地热资源 另外东日本因地震电力全中断后 最快发电的居然是地热 只用短短的一到两个小时就恢复宫殿 若是发生战争 地热绝对比天然气来得安全 还可以避免天然气接收站 对基隆的生态环境造成冲击 长期关注此议题的王醒之余伙伴们 办理沪海公民讲堂 邀请专家学者重碰头的面向 对大家来了解 这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27倍的基隆 我们一直希望台电是可以提出一个 对基隆更友善的方案 而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得不到善意的回应 所以后来我们才开始发动基隆沪海公投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同步的也在思索各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协和火力发电厂 让它直接转型成为再生能源电厂 比方说用地热发电或生职能发电 它都会比接下来要准备做天然气发电的方案来得好更多 基本上它可以带来 让台电的协和电厂的转型 以及中华民国需要在2050年以前 赶着做到的能源转型 然后以及对于基隆市的生态跟环境 还有人民的生活发展都会更好 三赢的方案 那目前现在看起来地热这个议题 其实是需要被更多的人了解 地热资源的可能性如何呢 我们只要有很多的探勘景 能够打到地层里面 去量测它的那个热量 跟量测它的水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配合一些合适的工法 把地热取出来 这种热的东西变成工程的时候 你还是要把它的那个热量 跟它的那个产量能够摸清楚 你没有一个探勘景的规划的话 没有数据的话 真的不容易做很好的评估 所以我想今天同时也是 尝试把科学的议题变成工程的议题 那看看能不能够以工程 跟工程的角度做一个对话 不同的专业领域总能蹦出火花 透过这线上与实体的护海公民课堂 让肌肉民众参与了解 更能全方面的思索与参与公民议题 这个海到底要怎么守护 我们如何彼此在这个议题上面 可以充分的被沟通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议题上面 也可以比较清楚知道 什么样子的一个替代性方案 才是对基隆整个整体的发展 是最好的 对我们基隆人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关于电力供需的一些做法 我们常常看到政府方 是给你一种对立的 好像你不配合 你不牺牲 你就是跟全国作对 那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健康的 那也忽略了很多健康的选项 所以怎么在这种急需使用 那个电的压力 跟那一个良好的一个具有除能 然后具有一个很好的 发电效果的地热 能够互相配合 我想是以后的议题 谢炳志教授预估地热 在建厂后维护的费用 比其他传统电源来得低 但前期的空间评估 探勘等还需花时间规划 这场从地热能源开发之工程 技术简介 给基隆市民一个绿能 生态保育的思考方向 记者黄少敏蔡小军采访报道 夏天是芒果盛产的季节 台北市松山路等街道 芬阁岛上的芒果树 因为盛产 常出现果实掉落的情况 不但会污染环境 甚至影响交通安全 还有民众冒险到芬阁岛 捡芒果 因此台北市政府公园处 每年五六月都会出动 打果大队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人员 乘坐高空车 到好几层楼高的芬阁岛树上 顶端作业 他们是打果大队 目标是芒果树上 结石累累的芒果 这也是台北市松山路 整条芬阁岛上 种植了65株芒果树 每到夏天 随风飘移的芒果树自动掉落 不但会砸到下方行进的汽机车 还有民众冒险到芬阁岛上捡石 其实是没有很大的风 是不会啦 但是他像这种成熟以后 他就会自己自动掉果 那掉果有时候会砸到汽车的车窗 所以也有一般民众会来路边捡石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方面表示 早年政府曾推广种植可食性地井树种 其中芒果树就是最大宗 为了避免十几公尺高的芒果掉落 威胁人车安全 公民处每年五六月 在芒果落地前都会进行打果作业 今年因为气候异常 打果后的芒果树 很快又长出丰盛的果实 因此进行第二次打果工作 我们其实在每年的五到六月 就是会办理打果的事情 就是将这果实打出 那维护整个行人的安全 还有维护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性 那当然因为今年气候 比较适合芒果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打完果以后呢 又结了蛮多的果实 所以我们这次呢 再办理一次补打 那针对这个次的一个补打的过程 我们大概预计是7月3号起 到7月6号执行三天 针对这个松山路的部分 来做一个整条路的一个补打 说是打果 不过员工对工班人员 却是在密集的置业间 上上下下 用手将一颗颗芒果栽下来 非常辛苦 芒果很大量都不好采 然后而且掉下来 都会砸到人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收起来 初步估计 员工对工班每天采摘的芒果 重达上百斤 除了送到苗圃做堆肥 也会赠送给周边邻里民众 打下来的一个芒果来说 因为这芒果的甜度蛮高 所以我们其实会除了拿来做堆肥以外 那另外就是说周边的居民或里长 针对这个芒果树想要做一个食农教育 或者说等于说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的话 我们其实会主动提供给他 如果他跟我们索取的话 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做一个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 据了解全台北市列管的芒果树超过五百五十株 多种植在人行道 芬阁岛及公园 公园树方面除了定期执行打果作业 也呼吁民众不要自行打果 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公安危险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和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